俄消灭入境发动袭击的39名乌武装人员数人被俘 乌军突然攻入俄境内 这件事很不简单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后 成建制的乌军或结盟的军队 第一次从陆地越境攻入俄罗斯本土 俄认定这是乌军成建制的军队 属于一个特别破坏小组 他们组成一个车队 攻入了俄别尔哥罗德州格赖沃隆地区 亦他们还炸毁了一座桥梁 大批当地民众纷纷出逃 乌军表示与此无关 称这次越境攻击 由俄罗斯公民组成的志愿军和自由军团 开展了一项行动 将别尔哥罗德地区的这些领土解放出来 以在敌后建立安全区保护乌克兰人 这支部队完全由俄罗斯公民组成 按照乌方的解释 这支俄志愿军部队如果在乌克兰 那确实就是乌军的一部分 但现在他们不在乌克兰 而是在俄罗斯 那他们是独立实体 不受乌军控制 越境进攻的不是乌军 而是俄志愿军 他们是在解放自己的国土 这个俄志愿军团体也表示 他们已经解放了 别尔哥罗德地区的一个定居点 他们正在返回家园 并敦促俄公民 不要抵制他们的到来 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 按照分析 别尔哥罗德的局势 标志着乌克兰结盟的部队 第一次对俄罗斯目标发动 跨境攻击 这显然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乌军正将战火烧向俄境内 乌军当下的反攻 大致分成三种 第一种战场上的争夺 比如敖战巴赫木特 这是一场杀戮大战 但从目前实力看 俄军占据着主动 巴赫木特应该已落入俄军和瓦格纳手中 尽管乌军仍拒绝承认 第二种舆论上的攻防 由于有西方的权力支持 至少在西方舆论上 乌方全面胜利 但巴赫木特失守 确实是对乌军的一个沉重打击 怎么办 那就第三种跨境进攻 将战火烧向俄本土 让俄罗斯人也感到恐慌 所以我们看到 在巴赫木特失守的第二天 就爆发了越境进攻事件 乌方应该也是筹谋已久 乌军进攻也很有策略 很简单 如果是乌军大举进攻 可能正中俄军下怀 一招不慎 还会导致越境乌军遭遇沉重打击 同时西方会很犹豫 那还援助不援助进攻性武器 所以乌军很有策略 派出的是破坏小组 神不知鬼不觉越境进入俄罗斯 展开破坏活动 进可攻退可守 更重要的 乌军特意强调 这是俄罗斯志愿军 不是乌克兰军队 这也符合乌克兰逻辑 俄罗斯你能以特别行动名义 进攻乌克兰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进攻俄罗斯 更何况 进攻的是俄志愿军 他们要解放俄罗斯 这样西方也可以放心 我们乌军不会进攻俄罗斯 你们可以继续给我们坦克 大炮 飞机 导弹等进攻性武器 俄乌边境越来越不平静 这是关系俄乌战场走向的一个重大事件 以前主要是俄军发动越境进攻 现在乌军也开始跨境反攻 别尔哥罗德事件应该只是一个开始 不排除乌军派出破坏小组 对克里米亚 对俄罗斯边境地区 甚至俄大后方发动更远更深入的破坏性攻击 当然乌军仍会强调 这都是俄志愿军所为 与乌军无关 俄军中肯定有乌克兰的叛军 乌军中也有俄罗斯的叛军 这就是现实 这更考验着俄罗斯的防守能力 普京和俄罗斯的性格 大家肯定也知道 这样的越境进攻 必定会招致俄军更猛烈的报复 杀红了眼那就是更猛更烈的炮火 更多人倒在血泊中 冤冤相报和实了 两个兄弟民族就这样自相残杀 不知道很多年后回看 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 又得到了什么 这真的值得吗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 有人在哭 肯定也有人在笑 还有人火上浇油 期待打得更猛烈一些 打来打去 总是老百姓最倒霉 尤其是俄乌边境地区的可怜的老百姓 还是真别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